今天基本上是受邀來跟巨人選手跟教練們打招呼的行為 比較懷念的隊友,每個我都很懷念 每個隊友其實大家感情都蠻好的 會互相打招呼機長之類的 那其實該打招呼的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就是阿布聖之助教練或者是長官其他的選手都有一起打招呼隊 基本上大家都問我說我最近回來台灣之後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我剛剛就是很開玩笑的講說 就開始接總教練其實跟一般在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如果有機會遇到的話應該可以再問他一下 因為我覺得當總教練最難的部分應該會是一個口手調柱的時間 那我會去想要跟他取經一下 登上大巨蛋開球基本上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有榮譽的事情 那我自己也保持一個很感恩的心 那也謝謝就是邀請我來開球的單位 心境上我覺得應該都差不多啦 只是只是地點不同的 因為在日本是東京巨蛋 那這次是台北大巨蛋 那其實同樣都是在巨蛋裡面 其實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為了幫球這個部分發生 然後去做比賽這樣子